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想法就是想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能对我们的现实的生活 对我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那一份坚强 那份勇敢 那一份自我的拼搏 自我的超越 我觉得我们的莫兰的精神 它不但是我们华裔的女孩子 它更加是这个时代的所有的女孩子 女性的 主装团队包括舞剧总策划 总导演李林 艺术总监及服装设计方红 编剧及执行导演刘莉莉 音乐总监及作曲朱江 市旧导演及舞美灯光设计王阳 顾问团队包括北美著名舞蹈编导Sean Barefield 和中国知名舞剧导演童瑞瑞担任本剧艺术部门 那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在五点》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Milly 那我们都知道麦目亮舞剧呢 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那在背后有哪些故事 我们已经有很多人和我们分享过了 那我们今天呢 很高兴地邀请到了这次舞剧的制作人以及编剧之一 胡老师做客们节目间 那胡老师你好 那么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所介绍呢 好的 大家好 我叫胡旭 是麦目亮舞剧的制作人以及编剧 编剧之一 所以我也很高兴 我们很骄傲 这个舞剧最终能得到这样的一个成绩 赢得了这么多的正面的反响 作为一个制作人人员 总算是这个 很踏实了 对对对 你确如此 因为很多人看过这个舞剧之后都说 在多伦多很久没有那么好的舞剧 或者说那么好的作品 出现了就是他们看到的第一个 其实我觉得作为团队来说 你们应该是非常骄傲的 是的 那其实我特别想要知道 作为制作人来说 你们当初想要制作这样一个舞剧 是什么样的一个初衷呢 其实对于制作为一个舞剧的想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只是在各个方面的条件以及题材方面都没有那么的刚好碰在一起 那么我们在其实在两年前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在我们自己的学校的就是内部 这个比较小的环境里做过一个小的舞剧叫叫功夫熊猫 当时也蛮受欢迎 对对对 但当时呢只是在一个学校内部的一个环境 今年的时候呢就是各个方面的条件都成熟 然后我们就有一些讨论说能做一些什么 因为在进行舞蹈进行这个我们做舞蹈教育在这边的话呢 总是觉得好像我们中国舞不能够被更多的人认识到他的这个这种魅力 那么当然就是说其实我们有很多好的作品 不知我们学校其他很多的舞蹈单位都有一些好的作品出来 但是作为一支舞蹈来讲 一支舞蹈它的表现力是有限的 它只有这样短短的四分钟最长最长四分多五分钟的样子 看完了就过去了 就是它的这种印象是很难留下来的 我们很希望能够就是说我们华人能有自己的像胡桃夹子啊 像这个顺美人这样的经典的剧目 有代表的 对对对 又是能够扎根于我们本土的高水平的高艺术水平的这样的一个剧目 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比如说 我们去剧院喜欢去看演出人会看到从美国啊欧洲啊从哪里 我们国内其实也有很多艺术家会时不长地过来进行汇报啊 或者演出啊交流等等 但他们都是来了就走 然后没有 他们并不属于我们 并不能代表我们的 本土不能代表本土 对对对对 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吧 我们就是开始 今年上半年有这个意向开始讨论 然后最终的话呢就是在选题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的探讨 因为你知道其实要做又进行一个艺术创作来讲 其实是有众多种可能性的 都可以做很多种东西 你只要能表现的好 但我们最终对最终选择了木兰 还是我觉得最终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我们选对了一个方向 因为总来讲就是说 我们面向的影响的主要的是在青少年上面 所以木兰是一个我们已经被广而传播的一个非常正面的华人 或者我们就亚裔孩子的这样的一个面貌 所有人都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做得够好 那么就是我们也算借借力 借借这个力 然后如果我们做得足够好 那么它自然会被更多人接受到 结果还是蛮不错的 非常成功的 对对 包括这个木兰的一个精神的传播 包括你们刚刚有说到在这个演员的选择上面 那么和我们说一下这个背后的一些故事 因为我们以前也采访过一些包括Christina 其实你们大胆地选用了很多小年龄的演员 对对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因为从我们创作这个剧的本身的出发点呢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为了最核心的 就是为了激励我们的青少年 尤其是我们的就是亚裔的女孩子们 因为当然生活的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亚裔的女孩子相对而言更加的内敛 对 所以在面对问题的时候 有时候更多的会去自责 更多的就是把自己放比较低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这是最核心的最出发的最原始的一个核心的出发点 那么在既然是为了我们的给青少年这样的一个激发 那么在我们这个整个过程里遇到了 比如说我们在海选的时候 遇到了我们这个我们舞剧里面的这个小主演 木子的扮演者Melody Melody刚刚今年其实才14岁 这个虽然说已经参加过很多比赛 然后成绩很好 舞蹈的这个功底也都很好 但是说让这样的一个小的演员来担任一个主要的角色 还是有挑战性的 他也经历了很多的 挫折 算不算挫折吧 学习吧 对 他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成长过程 哭鼻子 做不了了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还是相信孩子 相信他的能力 把东西帮 把更多的条件给他 帮助他创造这个环境 把他推上去 最终结果是非常好的 我相信他自己也非常满意 他的妈妈他自己都非常觉得就是OK 不仅仅是说为了我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而在这个整个过程里学习了东西 让他觉得特别特别的骄傲 是 我们另外一个刚才你提到的 我们的那个 这次我们主题曲Searching的这个主唱 还有作词 Christina 她刚刚今年16岁 对 是非常有天赋的一个小女孩 非常有才华 对 然后我们的作曲中央老师 完全是根据她的声线 给她打造了这个这首歌 姑娘唱完之后 客信唱完之后 哇 这是我 我可以自从这个样子吗 非常兴奋 对 非常有成就感 对 没错 所以看看孩子们在这里面的成长 在整个剧目里的成长 我们又在另外一种一个方面上面 做到了这个我们想做的事情 是 对 的确如此 那其实胡老师是作为制作人 那我相信其实在我们华人设计 推广是很难的一块 当初你去推广这个剧的时候 有遇到一些艰辛吗 很有意思 就是在 我想可能并不仅仅是 我们看到的总是华人圈里面 但是我想对于整个的这个 演文化演出市场 可能 这个总是都是最大的一个痛点 对 相对而言的话 比较 舞剧是所有演出里面最难推的 因为我们做演出的人知道 他们你做 乐是说 可能接近大家心上水平的 像相声 或者是说有很大的明星来 歌唱 尤其是流行歌曲的歌唱 这都是最快走票的 再来一个巨星 就哗一下这个东西就走掉 但是舞蹈总是相对而言 更困难一些 因为它受众 或者说它感受的距离会少一些 我们在这个推广的过程里 因为是首演 我们的 我们的目标放在 是未来能够持续性的进行演出 所以在首演 首演前 我们做的市场的推广 我们 其实更多的下工是在广 在面上比较广 我们通过 我们舞蹈的团体 那么跟主流的 各个的舞蹈团体 艺术团体 舞蹈学校 进行比较深度的交流 介绍 把我们通过 对 我们刚才还谈到过 就是我们这个 带着我们的剑舞 我们的棋子舞参加了大型的比赛 那么让更多的这个舞蹈的 曲舞蹈的青少年孩子能看到 其实蛮 那个还是蛮非常非常有 好的作品 它本身是有非常有说服力的 对 我们说我们做完之后 多得一能奖之后 然后我们在会场上宣布了 一直在利用机会告诉大家 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演出 然后我们的第二名第三名 还有后面其他东西都跑过来说 你们什么时候演在哪里演 我们非常想看到 整个的就是什么样子 所以就是我们把它更宽一点的去做 而且我们的首映是在暑假 那么很多咱们中国的主力的看的人群都不在 留学生都回国了 但是那两天的演出还是爆满 所以可想而知 这个是非常好的 非常有功底的一部舞台剧 非常的成功 是的 是的 我们发现它的就是 很多人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反馈 在于就是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 艺术水准的又适合于家庭观看的这样的一个演出 而且它有非常正面的影响和积极的一个心态吧 或者说它是给大家传播的是一种正能量 对 我们这来讲呢 就是说刚才谈到 很多人会谈到传承 环道艺术 这些东西呢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 它是核心所在 但是就是说我们反回来 作为一个剧目来讲 首先要好看 对 要看得懂 是 我觉得这个是所有的最基础的 然后我们再把它拔高 索性我们做的比较好 所以在会在演出之后 大家的反馈就说 这个我家我家人带来 就是说好像大家都可以喜欢男孩女孩 老人孩子 大家都喜欢所有的人都能 对 对对对 谢谢胡老师今天给我们 从制作人的角度来介绍一下 对于Mine Mulan这部剧的一个看法 也希望你们带着Mine Mulan走向世界 走向更大的舞台 谢谢 谢谢 谢谢电电观众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 再见 好 谢谢胡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